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支学科畜目学为这些产品的供给提供了中央的理论和技术支撑 那么畜目学概论属于农业类通俗教育课程之一 这门课呢共和为十一章 那么通过这十一章的学习 使大家呢能够掌握与虚前生产相关的动物营养与饲料 遗传育种 繁殖 续勤 环境卫生与畜牧场规划等基础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熟悉和掌握现在养猪 养鸡 养牛和养羊等各个主要生产环节 了解虚情 遗传子愿与保护 动物福利与保护等基本理论和知识 首先我们来学习第一章虚论 这一章共包括三个内容 即虚目业的概念 虚目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及我国虚目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 第一个内容是虚目业概念 虚目业在汉英词典中的可翻译为 Animal Hustry Livestock History Livestock Breeding 或者是Animal Science 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是Animal Science 那么虚目业呢 它是指应用续琴等已经被人类驯化的动物 或者鹿 雕 虎等野生动物的生理技能 通过人工 饲养 繁殖 使其将牧草和饲料等植物能转弯为动物能 以取得肉 蛋 奶 羊毛 羊绒 皮等 去产品的生产部门 虚目的实质是虚前养殖业 虚目业主要包括家序家庭饲养业 和野生经济动物渲养业 第二个内容是虚目业在国民技术中的地位和作用 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虚目业市农业中的制住产业 促进农业协调发展 虚目业市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种植业并列为农业生产的两大支柱 有这个图可以看出 我国畜牧业占农业产值比例呈上升趋势 1978年 我国畜牧业产值仅有209亿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15% 到2014年虚目业总产值已超过2.9万亿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1% 第二个作用是虚目业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必不可少的经济部门 我们知道动物性食品的蛋白含量 要比古物食品高70%左右 并且消化率高 增加动物性蛋白食品来源 对改善人民生活呢 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2014年 我国肉类产量 比1978年呢 增长了9.2倍 从人均占农量不足9公斤 增加到现在的64公斤 那么虚目业呢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我国食品结构中 动物性蛋白比例呢 仍然较低 比如我国奶类的人均占有量 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因此进一步发展虚目业呢 将对改善人民生活呢 起到重要的生动作用 第三个作用 是虚目业为轻工业提供加工原料 比如为石片工业提供 肉 蛋 奶等原料 为枝割工业提供牛皮 羊皮 猪皮等 为毛黄业提供羊毛 兔毛 羊肉等 第四个作用是 虚目业呢可以增加就业 是实现农牧民致富的重要途径 目前从事虚目业生产的劳动力呢 大约有1亿人左右 虚目业发展较快的地区 虚目业收入呢 可占农民收入的40%以上 例如2014年 农业部队全国268个 牧区 半牧区 人均的收入做了一个统计 已经达到了6288元 比2010年呢增加了1793元 增幅呢建本之40% 第五个方面 羞目业发展水平 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欧美发达国家羞目业的比值 均在50%以上 像那个美国 近50% 法国70%以上 德国和澳大利亚呢 羞目业的比重呢 也在60%以上 我们国家呢 目前占到农业的三分之一左右 是农业的第二大产业 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第三个内容是 我国羞目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 这个图呢就列出了 近十年 我国主要需产品产量的增长情况 那么 猪肉 牛肉 羊肉 和奶类增产量呢 都成为一个上升趋势 经过多年的发展 我国需产养殖量 和需产品的产量呢 均据世界潜力 这个表呢列出了 2014年 国家统计局统计的 肉蛋奶产量去排名 我国是肉类和钱蛋 第一生产大国 肉类产量 越战世界的本质29 其中猪肉 羊肉产量 居世界第一位 钱肉 居世界第二位 牛肉呢 居世界第三位 肠奶量呢 居世界第三位 那么这个表呢 列出了 我国主要 续琴的出栏量 及排名 那么像猪 羊 琴 军居世界第一位 那么牛的出栏量呢 居世界第三位 第二 去前两种翻译体系 初步形成 农外部先后发布实施了 猪 牛 肉 羊 鸡等医生改良计划 两种选育和共种能力呢 显著提升 育种自主创权水平呢 大幅提升 那么商业化 育种呢 蓬勃发展 先后培育了135个 续琴新品种 或配套系 建设了154个 国家级包容厂 22个保重区 和6个基因库 第三 区域业结构和区域化的布局呢 更加合理 从这个图可以看出 猪肉的比例 从1980的82% 下降到现在的65%左右 也就是说 经过多年的调整 猪类的生产 逐渐由 一元向多元结构转变 实现了以养猪为钢 转向 注重草食家序 前列生产 在区域布局上 主要需产品 区域化 生产布局呢 更加清晰 2013年 优势区域 需产品产量 猪呢 占到92% 鸡蛋呢 占到73% 牛奶呢 占到87% 第四 需产品供求进入减平衡和高成本阶段 首先 我国 未来每年新资人口约700万 农村人口成全化数量呢 约1200万 肉蛋等需产品消费需求呢 仍继续保持钢性的增长 同时 需前的饲料 用地 水资源等资源约束趋紧 我国蛋白质资料原料进口 遗传度呢 超过80% 使用玉米 用量超过1.1亿吨 已从供求平衡转向了供求天井 另外呢 目前 规模养殖用地难 用功难的问题呢 对畜牧业发展 也形成了严重制约 在人工水电 环保等非用程 上涨态度的情况下 生产成本呢 再增加 那么2005年到2013年呢 生猪生产成本 年增长率呢 为9% 那么整体 我们国家养猪成本 比美国呢 高40% 牛奶 牛肉 羊肉 生产成本呢 高于国际水平 一倍以上 第五 需前养殖 环境污染问题 至于突出 我国每年 产生的需前氛污污呢 大概有 三十八亿吨 但综合利用率呢 还不到60% 那么2014年 规模 需前养殖 化学需养量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COD 和氨氮排放量呢 占到全国 总排放量的 45%和25% 第六 动物移病防疫形势严峻 移病多发 重大的移病呢 是有发生 那么第七呢 需前标准化 规模养殖呢 已称为保障 需产品供给的主力均 规模化养殖的比重呢 在逐步提高 2014年 生猪年出兰500头以上的 规模养殖比例呢 比重达到42% 蛋鸡年出兰2000只以上的 规模养殖比例呢 达到69% 奶牛年出兰100头以上的 规模养殖比例呢 达到45% 畜牧业产家销 一体化 123产业融合发展 试图加快推进 形成了一大批 企业家农户 企业家合作社 企业家基地的 生产经营模式 第八 科学技术 推动了 畜牧业有粗放的 数量型增长方式呢 向节约化的 质量和 效益性增长方式转变 那么 我们国家 畜牧业科技贡献距呢 从2005年 49% 提高到现在55% 有了一个 很大的进步 但是与 发达国家相比呢 仍然要低 20% 所以呢 科技支持能力呢 仍显不足 好 分享关于训练的内容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